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年的连渡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上下文的圣经 他说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淋到你们 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往何处去 那个是在黑暗中的现象 你对于你明天你没有把握 那个是在黑暗中的光景 所以我不好意思问你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实的能够知道你明天 即便你不知道但是你仍然可以知道 那36节说我们应该趁着有光 然后信从这光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 所以你知道趁着有光 真的是一个时机的问题 我们还有今天我们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趁着有光怎么样 预备恩典 因为再来的时刻 再来的时刻实在是会越来越黑暗 那就像是我们现在的世代一样 其实我们所有的公投所有这些 我跟你讲启示录里面说讲得很清楚 我们有一天 有一天教会会受到严重的逼迫 这个是有一天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期待世界和平 我们期待 我不知道你期待什么 但是很多人期待世界和平 这个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那很多人期待有一天 我主的民大大的掌权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跟你讲不会发生的 因为按着启示录来讲 那魔鬼他气冲冲的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那他已经在我们的当中设下了许多的天罗地网 那他不断的来攻击教会 那在这个时刻 我们实在是说我们需要有光 那很多的事情我们是看不见 但是我们却可以怎么样 心存谦卑 那靠住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那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 那现在上帝给我们的许多的环境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上面 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当然需要有真意的教导 因为很多人引用圣经的话 但是应用起来就怪怪的 好比是有人他们认为说 有的教会他们认为说 教会一定需要祷告 教会不祷告的话 那没有办法与天国连结 没有办法支取神的人力 这句话对不对 那你们不敢说 对吧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那我们应该大家教会应该要谨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对不对 对 然后呢 所以做工的人得工价 所以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嘛 那所以他们就 教会开实事会就觉得说 我们教会在那么忙 大家年轻人都那么忙 这个不年轻的人也不太闲 那这样子 可是教会又不能不祷告 所以如果不祷告 教会就会软弱 教会就会入而迷惑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就找那些已经退休的 那些的长辈来教会里面 让他们来为教会守望祷告 然后做工的人要得 你说这个事情对不对 不对 不对啦 每件事情加起来都对 但是合起来就是不对 因为服事神 绝对不是服事马门 所以我们需要 我想圣经的原则很简单 本于祂 以告祂 归给祂 所以这个服事的目标从神来 然后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方法去做 然后最后那些的荣耀是归给神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起投 我们就需要很了解的 否则很多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见 如果你心摆的不正的话 你看圣经都会有问题 那别人说我们要靠环境来印证 那结果呢 你就看到别人 这个别的教会呢 有会呢 办特会下大雨 你看吧 就是不蒙祝福 对不对 神就是拦住他们 结果你自己办下大雨怎么办 哎呀 这个征战 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 结果你看魔鬼就冻没了 魔鬼就来了 所以我们要征战 我跟你讲 你心摆的不对 你很多的事情看就看不准 你看不准 你会白花力气 那神所给我们预备的 其实真的是我们需要在 实价和真理里面 贴近神的心 什么样子的念头 让你失去平安 什么样子的念头 让你嫉妒纷争 这个一点都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你要如何能够成为光明之子 你需要心存谦卑 那靠主引领 就像是以赛亚书62章里面所说的 我以敬畏耶和华 为我一生的自保 就是在任何的景况里面 你相信上帝作王 那哪怕公投没过 哪怕公投这次过了 下次又翻盘 都相信怎么样 神掌权 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 谦卑的跟随神 将一切的荣耀送赞都归给他 我们今天主要的信息 是讲到兴起发光 其实这个是回应我们教会 我们年度的主题 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 趁着有光 信从这光的目标是什么 要成为光明之子 因为在黑暗的日子里面 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彷徨 在一个看不见的景况里面 我们再想要找光可能找不到 我们想要去找 我们叫做充电器的行动电源 你也找不到 因为没有办法发光 所以你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时刻来讲的话 我们是需要来积蓄这样子的恩福 积蓄这样子的恩典 当我们在现在黑暗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光发出 那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这三节 对不起 那个第十七节是多打的 不过练神的话总是没错 所以那第十四节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一生 应该是有见证的 那新起发光是神给我们众教会的见证 是让我们能够 因为他这里讲到 以赛亚书六十章里面讲到说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时候 看哪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 那教会比较喜欢讲说 凡有而可听的都应当听 其实你只要把圣经里面 关于那个看哪的那些东西 聚集起来 大概都跟救恩 有很明显的关系 那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们这个世界 的的确确是充满了黑暗 那幽暗也遮盖了 就是幽暗 忧愁遮盖了所有的地方 连同我们自己心里面都有了 但是这里在这个时刻里面 那神对教会发出一个呼召 说你们要兴起发光 你们光已经来了 在那个以前那个时刻呢 大概只能够秃子跟着月亮走 反光嘛 那你也可以跟着兔子走 然后可以沾光嘛 那可是到新约的时候 那光就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你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觉得没有光的时候 就回到里面 就进里面的光 而第三节讲到的是说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 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这个意思是说 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 你如果是一个真实有神光的人 你的生命一定会产生见证 所以兴起发光不是个形容词 不是个口号 而是对于我们生命 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邀请 神告诉我们说 只要是基督徒 你就应该要有光在你的里面 而且这个光 你不需要去跟人家到处讲 灯塔 它只需要发光 它从不讲话 可是每一个人就看见那灯塔 就知道有光发出 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可以让许多人羡慕的呢 有没有那个君王 能够来救你的光 来问你说 你的光源是从哪里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还需要加把镜 就表示我们的光 发得不够明显 那第二个讲到成为蜀天的见证人 那约翰福音的一章七到九节说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因为这个什么叫做为光做见证呢 不是说他来这边发了很多光 而是他的所言所行 他对事情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 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这个就叫做为光来做见证 那这个光不是因为他本身品质好 他是人好 不是因为他是为光做见证的 光照在他的里面 他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 然后呢 第十五节这个腓立比书 那十五到十六节说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畏 在这个弯曲被灭的世代 做神无瑕齿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 世人没有光的时候 需要你显出这光 上帝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当中 岂是偶然的吗 那上帝把你放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大胆的说 那个环境必定是黑暗 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显得出你有光呢 如果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拿的手电筒 你一定也不觉得他很有光吗 当灯光全部都熄灭的时候 你才会有光发出 那这个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 就是为了要使我们能成为光明之子 所以他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 好让我们能够有安发出 有光可以发出 那第三个讲到说 我们为了这个世代的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发光 那这是上帝把我们神爱世人 为了要带许多在黑暗当中被迷失的人 神要让他们看见有光 所以神使用你跟我 所以我们不该在不顺遂的景况里面 缺乏亮光的环境当中 咒诅那黑暗 我们应该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燃起我们心里面的光 哪怕只是一根火柴 那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像 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四节第五节里面 也讲到说光来到世界黑暗却不接待他 因为神给我们有一个自由意识 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亮光 也可以选择不接受 但是发光是我们的天职 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 这是给保罗的人生宣言 那神让保罗被在大马社的城外 被那大光照下了眼睛以后 然后神差遣人来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 告诉他神在他一生给他的旨意 他的人生宣言就在这句话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由于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德纪念 我猜你到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我们他在有结果有原因 那眼睛得开才能够从黑暗里面 转向光明 那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这都是因为眼睛得开 你才发现当真光真正的照耀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看到哪一些东西原来是卫装 原来是在永恒里面 不存在的 这要在真光的照耀之下 就像是 好像我们人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那有时候我们会去照X光 那就是要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 而永恒的真光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显出这光的时候 就让我们分辨 哪些东西有永恒的价值 哪些东西没有 所以你需要 如果你没有在真光里面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就像是我上个礼拜在陈上城 我举了个例子说 有一个朋友 他晚上下班六七点下班 肚子很饿 他就去面包店买了个面包 而且还买了个核桃面包 他显然吃有不同的口感的东西 结果然后一路开车 他家住桃园 一路开车一路吃 就吃到那天还蛮顺的 没塞车回到家的时候 便包还没吃完 要把它放到边境上去看 哎呀怎么有虫 就是有光跟没光 就差异很大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光的时候 我们觉得好像很多事情 都很灿烂啊 璀璨 可是当真的有光的时候 你才发现 这些东西以后它不会存在了 所以我们要把使我们的眼睛 能开 然后我们之后才能够 从撒旦的泉下归向神 要信靠神才能够蒙受赦罪 跟成圣的人同德基业 这个是保罗的使命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使命 那所以我们这里讲到一个天城 山上的城 山是预标 人生信仰 人生最高峰的地方就是信 就是信仰 那信仰上面有一座城 城表示不是你跟我而已 是我们一起 才能够显出一个叫什么 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早晨 我们所读的情境经文里面讲到的诗篇 第122篇 他第一节讲到说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店去 我就欢喜 那大卫王有没有见店 没有嘛 那他为什么这里有说 我们往耶和华店去呢 其实在原文里面 他说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往耶和华的家去 那到耶和华的家里面去 他就很高兴 他是有一个向着身的生命 然后到家里面去了以后 然后他就能够 他就看见上帝一切的美好 他这里讲到说 耶路撒冷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其实这句话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 我们常常到教会里面 我们在信仰上面 我们都是有心 但是常常无力 我们只是有一个想要做的心 但是身体从来没有摆进去 可是这个人不一样 他站在你的门内 他的身体来了 他愿意在生的家中有份 所以呢 他就怎么样 他就来了 他身体也进来了 不仅是只有心愿 而是他身体的一心 耶路撒冷被建造 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你跟我 我们的受造何等的奇妙可畏 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条件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被做成什么 一座城 一座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所以你知道重点在这里联络 我们需要在神的家中 我们能够彼此的联络 你看你旁边的那个人 看啊 你有没有跟他联络过 你如果没有从来都没有跟他联络过 我告诉你 你们永远不会成为一座城墙 教会仍然是山上的楼阁 而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实际 原因在于我们缺乏跟我们彼此之间相互的联络 联络才能够成为被建造 才能够被做成一座城 被建造有另外一个讲法了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 因着你身边的那个人 因着他很多奇特的表现 可以帮助你生命长得更快 听得懂 然后也有的可能 他如果他生命实在太好了 他有时候会只会帮助你 生命没有长得那么快 所以我们应该也感谢我们旁边的人 谢谢你说生命长得很快 谢谢你让我的生命 因为看见你的美好 所以有首歌叫什么 什么看见王的荣美 我怎么 这需要用信心唱 因为你的对象那个人 很可能真的没有王的荣美 我们在主的面前用信心来唱这句话 希望在他里面 我们能够看见他有王的荣美 我们待会分享完 我们来唱这首 我用主真诚的爱来爱你 这是他的歌名 所以 那第二段就讲到说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 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众支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 称赞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无论我们从哪里来 无论我们的背景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 在这里掌权作王的这有一位 就是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耶稣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 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 那有些人他认为他不需要耶稣 那是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 不认识神的丰富 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耶稣 可是我相信被 我们在这里有许多被赎的赎民 被救的赎民 我们被买赎回来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要来敬拜我们的神 他是我一切的一切 我没有他 我们就没有明天 我没有他 我就不知道 我明天我为何还活着 所以当第六节的时候 讲到说 我们要为神家求福的呼召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兴盛 这里讲到说 你们要就是一个命令 神要我们来到教会干嘛 不是为我们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们自己的困难 来这里求神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解决我们的困难 不是 在永恒当中 神有一个旨意 为我们发出 神永恒的旨意 就是基督和教会 在圣经里面讲到 他说 神为教会付了赎价 他用些买赎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一群 被呼召出来的人 我们站在一起 不再是你跟我而已 我们是一群 蒙恩的罪人 蒙爱的儿女 我们是一群蒙糟的工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神永恒的心意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所以你也许你的认识 直到说 神要我们彼此相爱 那也算啊 那是要在教会当中 让你来练习彼此相爱 这四个字的 本来你在家里面 一个人就爱不了嘛 爱来爱去 就是爱你自己更多嘛 可是你要来教会里面 你要学习的一件事情 就是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 我们来为教会求平安 然后愿城中平安 愿宫内兴盛 宫内就是他的掌权之处 那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 愿平安在你们中间 因耶和华 我们神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这不断的讲到都是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不仅是求而已啊 我们要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身体也带进来 所以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曾经有想过 这个礼拜天 我有去教会 没去教会 教会有什么差别 你应该要有差别 因为你是教会的一部分 因为你是教会的身体 因为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 当教会的城墙上面缺了你 就表示这个教会的见证不再完整 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不知道你来教会聚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件事情 你是那蒙恩的罪人 你是那蒙爱的儿女 你又是那蒙糟的工人 神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不是只有让我自己长得更胖而已 而这个计划是要使用我成为教会的祝福 对我而言 我知道我的弟兄姐妹 我们经过辛苦的一周的工作 或者是无聊的一周 可是你选择今天不在床上睡觉 你选择今天不出去玩 你选择今天不做其他的事情 你选择今天来到教会 教会就应该 对你的生命要负责任 今天排到我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我求神不只是使我有责任感 也让我能够有使命感 让我今天凡神感动我的 我也在祷告当中祭练 我求神把感动我的活 也感动在祢的里面 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有来跟没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应当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认知 我是神蒙召的工人 神今天使用我来到教会里面 是要成为教会的祝福 有来没来一定有差别 一定有人要从我的生命里面 得到帮助 我不是说每一个人来这边 都像是那个要来竞选 要来就是 你好我好 大家好 不是这样 也许你可以来到这里 你可以更安静在这里等候 你可以来到这里 为整个教会积蓄一些敬畏的灵 你可以来到这里 为教会你所想到的每一件事情 来祷告 就像是这里所说的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里面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 爱你的人必然心生 我们是不是需要来到神的家中 我们来到神家中的时候 真的千万提高你来教会的层次吧 不是来到这里求祝福 不是来到这里要做什么事情 不是来到这里甚至于不是要来到这里来听到的 你是要来到这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 我们就是要来到这里要来祝福这个教会 因为这是神 祂在我生命里面 我被蒙召 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那蒙召的工人 我要来自神的家 因我蒙恩蒙福 第二点我们讲到发光的灯台 教会的见证 就是马太福音的 我们主题经文的第四五节 我们一起来练琴 人点灯不放在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这个灯台的制作 它当然是 当以色列在埃及地有十灾 这是第九灾 最后一个灾 最后一个灾是什么 长子 长子 灭命的天使 巡视整个的埃及地 把那长子全部都除灭 然后呢 但是这是第九灾 第九灾里面 他讲到的一件事情 第二十二节 摩西向天伸脏 埃及遍地 就乌黑了三天 三天之久 人不能相见 谁也不敢起来 离开本处 唯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家中有两光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讲到的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是神家的见证 在世界上面的人找不到光的时候 但是在神的家中必须要有光 依然有光 人就有光 而且光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灯台 就是讲到那个灯 灯台是用金金打造的 是用金金锤打成形的 而且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所做成的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会幕 当初神 他把以色列人招住 在旷野当中 他教导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或行进或停留 那圣索都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生命的中央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圣索当中呢 他设立了这个会幕 然后在这个会幕里面 有几样东西 然后一进去你就会碰到祭坛 然后祭坛再进去就会 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就是有一个image 因为这个东西 上帝从起头 祂不是为了要留个故事给我们 所以讲了这些事情 而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苗谱 上帝的救恩显明在这个里面 上帝用很多图画式的东西 来教导我们怎么来认识圣经 然后耶稣 所以在新约来讲的话 旧约是引额 是告诉你这些东西 但是一切的这些作为 都导向一个复活的耶稣 所以你知道在整个整个旧约里面 旧约的主题 那神说当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怎么讲 他说他要把他们领出来是希望他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是没有一个人不是祭司的 是每一个都是祭司 可是失败了 于是神在新约当中呼召一群人 就是你跟我他要在新约当中做一个荣耀的教会 所以旧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在新约神的中心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那这教会是神儿子在这里掌权 就是基督 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会幕的时候 我们进去我们就看见是一个祭坛 任何人进到教会里面 进到神的面前 你必须要帮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然后进去就有一个洗灼盆 是要用水借着道将我们洗洁净 我们虽然一次线上 可是还会沾染污秽 我们需要常常被水索洁净 然后进到才能够办法符合条件 进到圣所里面 然后在圣所里面 我们看见就是三样 左边就是灯台 右边是橙色丙桌 中间是香坛 所以我们被圣灵所光照 然后我们领受生命的粮来充分的供应我们 然后我们来到最贴近 那约会里面自圣所是约会 那约会是最贴近神 那香坛是最贴近约会的地方 我们来最贴近神的面前 来向祂献上我们的心 所以那如果从神的角度来 看待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耶稣祂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祂就成为那一个大祭司 祂进来了以后 祂赐下生命的饼 祂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 祂赐下祂的话语来洁净我们 最后祂走上十字架 为你跟我付上所有的代价 祂牺牲在坛上 所以你知道圣所的布置 这不是随便摆一摆而已 它有一个不可力的一个反应 它是不可以改变的 所以你在圣所里面 为什么那个大祭司 他刚开始第一次要献祭的时候 两个儿子看到他父亲那么的荣耀 于是他们两个就拿着香炉 都必须是从梵祭坛上面的火拿进来的 所以你没有一个过 你没有过奉献官的话 你根本离福寺还很远 因为你所献上的顶多是你的热心而已 却不是神所要的 所以这个金灯台就是教会 是生命的光 然后也是为了照明 也是为了一个见证 所以当这个祭司到里面忙里忙外的时候 他需要点灯 他需要点灯 他需要做橙色笔 坐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这个金灯台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含义 他必须是一块的金子 这一块金子 大概是三十几公斤 三十几公斤的一块金子 然后他要打成 打成了 那一根主轴 然后各边有三个 那有人是这样子算 就是那个底下是一个球 上面是花二 那花二里面有花瓣 然后这个通通通加加起来是等于六十六个 意思也就是说 好像预表这个金灯台就是六十六卷圣经 向着我们不断的投射 这个是也有此一说啦 只是我没有我没有那么把每件事情都一定要对照的数字啊 我觉得那个有点很累啊 好我也哪一天对不起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啊 是从比较稳妥的角度来看 那以色列人有一个叫光明节 那光明节他们点的灯是这个 这个是额外差出去的 这个跟今天 这是圣经小百科 告诉你说 那原本在耶稣之前的 马加比王国 那就是叙利亚王他们的那个时候 然后他们为了 他们跟以色列人很不好 结果他们就把那个以色列人要什么分别为圣 他们就故意拿着猪到以色列的神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拜 然后把一切的东西都破坏 禁禁为的是要使得以色列 这个不再有 就就就不再能够称为上帝的子民 结果后来他们也叫到以色列各个地方去 把以色列人抓起来 然后呢要求他们敬拜 阿拉敬拜他们的神 你只要愿意 你只要愿意不侍奉耶和华 就可以饶你的命 然后后来就 马加比就是这一个 祭司的家族 他们就带以色列人起来反抗 然后后来 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这个叙利亚的部队 联军打败以外 叙利亚王也突然暴毙 他们就觉得 哇这真的是上帝恩待我们 就当他们进到这个圣殿去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怎么样 他们就去试修圣殿 所以当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 那你就讲到说 是冬天 是修殿节 那个修殿节就是马加比王国他们所设的 然后他们就在那一天 他们因为圣殿需要修礼嘛 然后他们就向每一个成年人收 就是收半块钱 所以那个耶稣才会问 那彼得才会来问耶稣 法利赛人会来问耶稣说 你问彼得说你夫子要不要交税 那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是只要是成年人 在耶路撒冷他们都需要 交那个修圣殿的钱 然后就是半块钱嘛 结果后来 后来当他们进去以后 发现了百费巨星 然后带薪了 然后他们就 那因为圣殿都整理完了以后 可是圣殿需要点灯嘛 那灯 那每一个那个杯子 大概里面就可以放六个鸡蛋的油 就是用那个大小 不过后来我觉得他这讲法也有问题 因为鸡蛋明明有大有小啊 所以这个 所以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油 大概就是半天 然后呢他后来找了半天 那个圣所里面只剩下一罐油 而且是由大祭司盖印千锋的 那只有这罐油是洁净的 可是当他们还要再去找更洁净的 因为他们那个橄榄油是出炸的 第一 就是第一次的那个出炸橄榄油 才能来殿中敬拜神 那需要有八天 来回需要有八天的时间 那只剩下一罐一罐 大概就只能点最多点一天 而且啊 那我们看见的那个 以色列的那个 这个啊 其实 据圣经学者说 可能晚上的时候 只有点 中间那一个 那不是全部都点 那不管怎么讲啊 然后后来他们就点了以后 居然就有神迹产生了 就是他们的那个 那一罐油用下去 只烧了八天 八天那个火都没有熄掉 直到那个新的油拿回来 以色列人就士气大正了 所以后来他们 每到一个叫做光明节的时候 他们就会点这个灯台 这个灯台八是九个啦 那八个就是表示那八天 那中间的那一个 就是表示他们是从神而来的 那个恩典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只是 只是让你知道这件事情而已 讲个故事给你听 其实金金 金金就讲到说 在当圣经我们讲到说 这个为什么 金流度 那亚伦为以色列人 造了一个金流度 对不对 那金流度在圣经里面的讲法是什么 他们那些人把什么耳环啊 什么东西拿出来给亚伦 亚伦把它铸造成 是用铸造的 就是有一个模具 你去仿造那个样子模具嘛 你把它灌下去就长那个样子 其实你知道 那这个灯台却不是这样的 灯台它是需要怎么样 它是需要锤打 它需要不断地打 而且要在一块上面 一块上面不断地打 所以你知道那一块的黄金 黄金是所有金属里面延展性最好的 所以它能够这样子的敲打 这样子的敲打 然后一直到它能够成为一个 成为那个灯台 这个表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要显在这个 你要能够成为见证 你不是用接上来的 你也不是去仿效什么东西来的 就如同我们保罗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要本于他 按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 这个摩西 神给他的这个蓝图 绝对跟摩西自己想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时候 他说西伯来书告诉我们说 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知识 所以你知道埃及留下来都是很大 很宏伟的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上帝他只要需要有一个 圣殿来讲的话 他就会跟摩西说 摩西你为我盖一个圣殿 那摩西说 主啊 我办事你放心 你就交代我就好了 那肯定那个东西盖出来跟现在一定不一样 可是摩西 所以你读摩西五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 在这些的出埃及记当中 神把在山上的样式都讲给摩西听 讲完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立位记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又写了一遍 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那个东西要怎么做 那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为什么同一件事情要讲两遍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现在流行一定要挨手 那挨手来讲的话 就是你讲你所做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你一个出货单 出货的人点一遍 然后收货的人也要再点一遍 所以在出埃及记上帝讲了一次 然后在立位记 那立位人重新再按照天山上的样式 再check一次 这就是打扣了 所以每一次在生命记里面 在立位记里面所讲的 都是一次的顺服 都是一次完完全全符合上帝的命令 而没有加入任何一个人我自己的想法 觉得说你知道这个杏花树 为什么要用杏树 但是因为 杏花是冬天到春天 第一个开花的 在以色列地 我不知道在这里是怎样 第一个开花的物种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带来有给人家那种复活的感觉 生生不息的感觉 而上帝当以色列人在绕的时候 然后大丹他们跟摩西说 你为什么谁说你们要做王 我们也可以啊 神也对我们说话啊 就后来他们被神打开地震了 打开地上把他们都吞下去了 那些事情以后 那神就交代摩西说 你叫十二个族来 叫他们每一个族的族长把帐拿过来 结果年同亚伦的帐也拿来 一起放在哪里 一起放在那个约柜里面 约柜旁边至圣所当中 后来只有亚伦的帐开花 结果 那于是他们就把亚伦的帐放到约柜里面了 其实啊 你读圣经如果你仔细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当后来 那神不是命令摩西啊 你去吩咐那磐石出水 结果摩西啊 他去拿了帐打那个磐石 然后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兰地吗 其实那个摩西他拿了那个帐 你仔细看圣经 他拿那个帐就是跑来拿这一根 他到会墓里面去取帐 就取了这一根 会墓里面只有这一根帐 所以你知道 所以摩西他所犯的事情呢 是他凭己意来侍奉神 是不对的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见 我们只是看见 就是说 那这个金灯台 他预表的 他预表的 就是这样子复活生命 而且是我们连结的 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然后呢 这个金灯台的设立 就是为了要能够发光的 所以如果一个灯台 他不能够发光 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个教会在人的面前没有见证 这个教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然后这个教会 他要能够 这个灯台 他要能够发光 是需要怎么样 是需要不断地去经理他 经理他就是管理他 亚伦跟他的儿子 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经理这灯 经理的意思就是 你知道这个 来 这一节 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位点灯 所导臣的清干奶油拿给你 使灯常常点着 我们要使灯 这个灯是24小时不能够停歇的 但是在这个灯 要这个灯要去经理他 也就是说这个灯 他要熄之前 他那个灯芯会稍没有灯芯的嘛 所以那灯就会熄 在没有灯芯之前 他会有一段时间 若有若无的过程里面 其实他会冒黑烟 他会发出恶臭 这个是什么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说 灯 金灯台 他是要照亮 照亮我们 可是如果这个 你读了圣经 那照着之前 牧师所教导的是这样 我跟你讲 有一天这样子的教导 会成为那个江禅的灯火 为什么 因为久了不再新鲜了 所以你需要怎么样 经理他 你需要去更新他 你需要不断地要去加油给他 你需要把旧的剪掉 让新的油继续的来 所以启示 所以有人教导我们 以前我们在 我们很爱读圣经的时候 那神的仆人有教导我们说 你最好有两本圣经 一本是可以给你写东写西 写一大堆东西的 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另外一本圣经 你尽量保持干净 以便让我们 我们让圣灵有空间 可以对我们有新的启示 所以你如果每一次都写到 你上次的领受就写着写着写着 所以你每一次看他的圣经 又跌到那个洞里面去了 就是你认为圣经只有这种讲法 然后哪天分享 听到别人讲法不一样 不对 跟我领受不一样 不是不是这圣经就教导我们 如果你需要有灯 能够常常发亮的话 你需要怎么样 修剪它 你需要有新的油 使你的启示 常常是新的 那 那这个要成为我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其实这样讲到说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你就是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 你就需要能够这样 OK 第三个我们讲到说人间的光 那光明的见证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会用比较多的时间 我列一段的圣经给你们听 我用真言 我用真言第31章 来解释这段的经文 因为真言31章 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 你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讲到什么厌意是虚服的 什么那一些 可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你会读真言31章 你会觉得哇讲的很棒啊 可是你觉得这些事情 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卓越超群的贤惠的姐妹生命里面吗? 不可能啊 这个讲的就不是讲一个人的问题 他这里讲到的是 完完全全圣灵姐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教会 他这里是讲到一个教会应有的服事 他这里是讲到一个教会 所有的教会你不要也听错了 好像这个教会讲的就是林玉岳牧师 或者是林中立牧师 不是 这个教会讲的是你跟我 所以当真言31篇一开始 就讲到说 他说讲到说 这个立木一乐王 他这里讲到两次 立木一乐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他说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就表示这个儿子 他是得来是很珍贵的 他是真理所生 是神所应许而得的 然后重点来了 那我该怎么样教训你呢? 你不是从血气生的 你是从林生的 你是从神来的 第一个 你不要把你的努力 不要把你的力量给妇女 他这里讲到的很多的事情 你不要 就是 今天讲到妇女 讲到酒精 其实不只是那样而已 你不要把你的精力 就是给那些吸引你眼目的 你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你的做事方式要符合君王的体统 这你讲到的是这个 然后呢 第二个讲到说 他说当有了服事 他说 利目一乐啊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啊 你说我没有喝酒啊 我也不喜欢喝酒 那么苦 有什么好喝的 可是你有没有为了别的事情 麻醉你的神经 你有没有沉迷在网路里面 你有没有沉迷在追剧当中 你有没有沉迷在世界里面 以至于你忘记了这些的律例 你颠倒了困苦人的是非 他在这里教导我们 要让我们这些利目一乐王啊 他讲的不仅是利目一乐 而讲到的是你 为什么呢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是先知 我们是祭司 我们是君王 一个君王 你应该要有这样子的德行 你不可以让你的生命被酒 被这些吸你了去挟制 这些东西挟制了以后 使你的反应麻痹 使你的敏觉 不再敏感 于是你就不去记念 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是一个君王啊 你应该要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开口要按着公义来判断 为困苦穷乏的便去 这是一个君王的生命 你所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的服事 在小族的服事 我们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而后面第三个讲到的是 这里是跳到第三人称 他这里讲到说 才德的富人啊 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丈夫心里依靠他 必不缺少利益 还生死丈夫有益无损 这是讲到说 我们的服事 我们岂不是说 我们要得神的喜悦吗 就是这个意思 这良人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她所有的服事 就是为了要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 然后最后我们也会看见 她的丈夫 她的服事使她的丈夫得着荣耀 然后第13节以下 我们就讲到说她应该要怎么样 她殷勤的服事 如果你认同你是教会里面的一块活石 你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身体一个肢体 你就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君王的生命 你就需要能够像这个利部一乐王的母亲一样 你要能够寻找羊龙跟马 羊龙他讲到的是洁白 而马他讲到的是分别 你需要警醒 那到底什么事情是使我们能够分别为圣的 我们不使得教会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传统价值观 带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他好像商船从远方酝酿来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公分派闭女 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殷勤的女子 他按时候分粮给他的家人 他按时候因着他自己的警醒 他天未亮他就起来食取马辣 为了要把这些粮食分给所有的家人 那将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事情 那他分给每一个有职务的人 那第16节讲到说他想要得田地就买来 这个不是说他很会做房地产 而是告诉我们说他在意的其实是生命的果效 他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葡萄园就是生发果子的嘛 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啊 他能够生发出来 然后他以能力来束缴是绑壁有力 其实这件事情是 其实这篇是要讲很久 但简单的讲给你听 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看 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 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人又少 虽然不是又老又穷 但是最起码不是那么有能力 可是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说 当你去做很多的这些事情以后 你就会慢慢的有能力起来了 不要看你自己微小 因为你不是靠你自己做的 你是与那创造宇宙的神 你是支取祂的人力 你与祂一起同工 所以第18节以后 然后讲到说他觉得精英有力 他的灯中叶不灭 他手拿燃线杆 然后手把这个仿线车 他脏手周继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罚人 他不因为下雪为自己家里面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色衣服 所以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昼夜 他在做一件事情 他在不断的经营 那所以呢 他不是为了他家里面好而已 他是能够周继困苦的人 帮补穷罚人 这教会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当下雪的日子 当下雨的日子 当困难的日子来临的时候 他不为他的每一个家人担心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家人都已经蒙受救恩 因为我们穿戴救恩在我们的身上 就叫什么 这就叫珠红色的衣服 我们用披带着耶稣披带着基督 他不因为下雪为他们担心 然后22节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所以他不断的做工的果效 只是要让他的儿女们 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人都有一个什么 君王的生命 然后 第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 他所有的服饰是使他的丈夫能够 我们怎么样 有荣耀的 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哇 他们的家庭因为在城中是非常有见证 有光的 所以呢 当他们能够 他的丈夫到城门口的时候 是被每一个人所羡慕的 好 那第二十五节以后 讲到说 能力跟威严是他的衣服 他想到日后的景况 他就喜笑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他观看家务并不吃嫌犯 其实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个讲到的不是一个人 这讲到的是你跟我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 我们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 我们就怎么样 观察家务不吃嫌犯 意思就是说 在教会当中 你不需要等到别人来叫你做这个做那个 不需要 因为你观察家务 然后你不吃嫌犯 你就起来帮助这个家庭 让这个家庭因着我今天有来教会 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是更有价值 使教会在神的面前是更加的整权跟蒙恩 这就是我们一个教会 我们必须要有的认识 所以他观察家务并不吃嫌犯 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友福 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 才得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貌是虚浮的 唯有敬畏耶尔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其实讲到一个女子讲到艳丽 讲到美容 其实是讲到外面的行为 我们的教会也许 我们没有办法在民生东路三段 三段我们能够盖一个辉煌的 宏伟的建筑物 我不是因为做不到 所以才讲那个酸葡萄 而是说最好是两样都有了 如果两样只能选一样的话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唯有敬畏耶尔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我们期待 我们盼望 我们盼望的是 每一次有人来到我们的当中 就能够说神真在你们当中 对教会而言 哪一个祝福比这个祝福更美好的 神真在你们的当中 愿祂享受操作所得 愿祂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祂 这是讲到说 我们做工的果效将随着我们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做工的果效将随着我们 不是我们要使教会变多大 而是因着教会在这里 因着我们在教会 我们委身在教会 我们投入在教会 那所有教会所得着的祝福 都祝福在你跟我的生命里面 好 所以啊 这个 我跟你讲 那个讲义里面写很多 那个我没有打算要讲 我只是写在那边给要看的人看 所以你也可以不要看 那因为启示录 这个要花一个礼拜来讲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说的 那 那 其实 神对于 启示录 对于这些的教会 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独特的地方 每个教会 就像你家有几个小孩子我不知道 但是 每个小孩一定不会跟那个小孩一模一样 即便是 双胞胎也不一样 所以啊 神所造的各案各式 各案其实成为美好 神所造的我们都不能说什么 好 然后最后 最后我们要讲到的是 最后讲到的是 大灾近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那 其实 其实 教会 教会在世界上面存在的唯一的目的 唯一喔 就是 成为 我们的主 道成肉身的见证 你讲的 你讲教会讲的那么好 你想把你的神讲的那么好 我在哪里可以看见 有一个主日学的小朋友 回去问他爸爸说 爸爸 那个老师说 基督徒都应该要有很美好的行为表现 然后 爸爸 那什么叫做 那什么叫做很好的行为表现 那爸爸就说 那这样子我跟你讲 一个基督徒他必须是爱神 而且爱人 那而且他要对人 他要爱人 胜过爱自己 然后呢 他要对上帝是认真的 他讲了一串 结果他儿子听得越听越兴奋 然后就跟他 爸讲说 爸 你带我去看 哪里有这样子的基督徒 因为他爸没有完美的见证 所以他 他不认为他找到了这个 就像是 但是有人在 你知道美国人他们那个安息礼拜 安息礼拜都会找一些朋友来讲 而且那朋友很少人会去 人都过世了 你还在那边吐槽干嘛 所以很少人就不会在那边讲说 我跟你讲 这个他有多烂啊 他以前欠我钱不还 没有人讲这种事了 都说哇他多好 那牧师也上去说 哇我这个弟兄多敬虔多什么 结果 听到半天那个 他那个妈妈就跟他儿子讲 你去看一下棺材躺的是不是你爸 好像讲的都跟真的不一样 其实你知道 最后的这一节经文 然后我们来练以期结束一章十九到二十节 来请 其实这个以细节书里面讲到的是活物 按照很多的解经家他们的认为是说这个是活物不是讲的神 不是讲到天使之一 而是讲到的是我们这个新物种 新物种是什么 就是你跟我 是一群有新生命的基督徒 是一群神的儿女 是以前没有的 神以后才有的 这一群新的人 而这群新的人 他有一群 他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他这个特色就是 活物行走 轮也在旁边行走 活物从地上升 轮也上升 灵往哪里去 活物就往哪里 这讲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受圣灵的引导 在使徒行传里面 看见圣灵的命令 圣灵怎么样拦阻 然后他的仆人就跟随 就停止 就前进 那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其他的考虑 就是灵往哪里走 活物就往哪里去 那第二个讲到说 活物上升 轮也在活物的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无论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是有行为能够跟随的 我们不仅是有行为能够跟随 还有我们的心思 也放在我们的行为里面 举例来说 你可以奉献很多钱 可是你没有把一个爱主的心奉下去 你可以在这里敬拜赞美 唱着成天驾响的 但是你仍然没有把你的灵放在里面 你可以在这里 你可以跟人家做很多 你好我好 你可以问候 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要只要问你一句话 你有没有把你的灵放在轮中 轮是代表行为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真实的心放进去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身家 我们要有一个责任感 我们更在身家 我们要有一个使命 而且还要有一个使命感 所有的有使命感 跟没有使命感的差异在哪里 没有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 你只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要做 我身为基督徒我应该要做 那个 斯百克说 他说那个差异就像是 一个是萤火虫的光 一个是闪电 这差异有多大 我可以来到教会当中 我可以扫地 可是我是扫地是 扫好玩的扫尽责任的 还是我今天来扫地 是为了我要有一个使命感 我要使这个教会 由我来扫地 跟没有我来扫地 是不一样的 但我不是意思 不是说你都随便画两下也不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你要把心放在轮里面 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在让神家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轮子里面 使得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是蒙祭殿的 使我们今天有来教会 没有来教会 绝对是不一样的 我要跟弟兄姐妹 所讲的是黑暗的世代 现在我们需要有一个新奇的意愿 而怎么样叫做发出亮光呢 就把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我们的眼睛 因着神的话 我们相信祂的话 我们就看不见 但是却看得见 然后爱主所爱 神爱的就是教会 所以我也愿意 我爱神就要显在我爱教会 就要显在我爱神所爱的每一个人里面 然后我们一起连结 没有办法是我一个人发光 我一个人有好见证 在主的面前我不作数 我需要能够跟我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站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显出一个不一样的见证 我们才能够显出一个神爱的表彰 我们才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的主 今日仍然活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还是奉祢的名 将祢所感动在我们心里面的 主要我们奉祢的名来宣告 主要我们宣告 主要教会是祢的身体 这教会要迎着我弟兄姐妹 主要我们彼此愿于尾声的缘故 主要我们愿意在这里 主要我们就是愿意祢的家得到荣耀 主要我们愿意祢得到 祢在祢的家中 祢得到荣耀的时候 我众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也有荣耀 父要愿祢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 直到永恒 我们将这祷告 祈求奉告耶稣的名 Amen 祢订